除了接电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状态 他还用什么其他的方式 我在上海的时候 他要我一个宿舍的警民的电话 就是给人家打电话问我的情况 我给他了 随便你怎么问 他都问些什么情况呢 不知道 不跟老婆直接打电话 你问他旁边的朋友干嘛呀 因为我妻子呢 比如说对面来个女孩 我都会跟她讲 我说我喜欢人家 人家大方漂亮温柔 我都会跟她讲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而她呢当时就是很开心啊 我就会拿这样的话来哄她 所以我跟她 就是要我跟她讲 我没听明白 你跟你老婆一起走路 对面来了一个漂亮女孩 然后你跟你老婆说 这女孩我喜欢 对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喜欢 她很漂亮 我就讲这样的话 你老婆会高兴 对她就很高兴 为什么小心 我除了笑我还能说什么 你是觉得可笑是吧 对 她老是跟我说 人家长得漂亮怎么样了 我要是能娶到这样的 多好多好多好 我就说 那你跟我离了 去跟人家接呗 除了苦笑我能说什么 这我也不理解 焦先生 你是怎么想的呢 是全天下哪有女人 会愿意听到自己老公 夸别人漂亮 她老是在我跟前说 我能说什么 但是我每次老是这样讲 她老是很开心 我就愿意这样哄她 你是觉得她真的很开心 你才故意这样讲 对 我觉得你们之间 相处得很奇妙